不认识 文长兄 小弟在此别过了 再想想 再想想 有什么好想的 我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啊 你什么样的人我都知道 一心一意 为国为民 不计个人荣辱 君子之交 择其大者 其他都是小杰 让他去吧 布唐大人那里 我替你去刺刑 余大帅哪里 搞个别吧 不用了 男人之交 何须婆婆妈妈 走了 子李 你觉得徐阁老这个人怎么样 你也学会绕弯子说话了 自打我接受了这份差事 我就是徐阁老的人 你我明白 旁人也明白 你说旁的人会怎么看我们 眼下还不好说 但有朝一日 你真的跟胡不堂抗窝的时候 你不怕 你会把你当成 严党 那你怎么看我 依我看 你就是你 七元境 谁的人也不应该是 子李 有朝一日 你会入阁拜相吗 有朝一日 你想成为封疆大吏吗 鱼 你看那是谁 离去京师 离去山洞 就此别过了 自立 都司府指挥千世 拜见父亲 不得了了 七将军回来了 别说 原来还越有个将军样了 多谢父亲夸奖 去杭州干什么去了 父亲 我给您打点水去吧 年少轻狂啊 看不起祖制 这也不奇怪 但是应该好好想想 畏所至 那是从太祖的时候 就开始的兵制 这我都明白 我祈将六代忠烈啊 你祖爷爷跟着太祖打天下 这畏所至 就是他们那帮元老 跟着太祖建立起来的 你再看不上畏所至 他也是祖制 祖宗之法是动不得的 这是忠 这才是根上的忠啊 大丈夫敢为天下仙 这也是您教我的 能耐了 真是七将军了 敢给你爹顶了 想为天下仙没错 想变法兵制 搞那套玩意儿也可以 但是 有句话你要给我记住啊 忠军和变革 那是两难全的事情 你能做到两全吗 那您等着吧 我一定言出必行 说到做到 那我就看着 来来来来 过来 又不想就 abortion 居然 öffent 不知 德国 Suz their hands 奇少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这做起来 感觉比平常更软一些 更稳一些 爹 您以前是神机营的 就喜欢搞点这个新点的 还有我呢 不就是个安子吗 这马安子稳了 骑着才不爹 走得远才能行千里 再好的骑手 也得先把安子弄踏实了 要不然且不说能走多远 万一要是摔下来 前功尽弃 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下来 你小子 现在太嫩了 先得把他做踏实了 只有把屁股做稳了 才能谈到其他 海儿 明白了 本将军有令 从今日起 我们就练出一支 一百六十人的精兵 给朝廷看看 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 大点声 听不见 有 我知道你们心里头 在琢磨什么 不就是因为 七将军连续几次受了错 你们就琢磨着 他还能不能有精气神 我告诉你们 自古以来 真英雄 真爷们 那都是越挫越勇 不挠之事 你们七将军 那就是个真爷们 在爷们手底下当兵 就得有个爷们样 对不对 对 吼出来 你们到底练不练 练 练 好 将士们 练起来 所有人步调一致 后面的跟上 跟上 好 哥 胡子已经到仇人身边了 这把弹弓 胡子一直带着 看见了他 胡子就等于看见了哥哥 在这个世上 唯一对胡子真心好的人 就是哥哥 哥 放心吧 我会好好留着这条命 留着他 给你 你 大哥 你 你 是 你 你 乃一份送司令箭披红呢 自立 阁老这么做 他是为了 太岳 你未免看荆叹论了 既然去了这趟差事 出了事情 理应我一人承担 阁老 请用这份处置谈论的奏章吧 阁老的心思我明白 您既然处置了 阎嵩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至于阎世帆 那个心胸狭隘的小人 无非是想出口气而已 您说吧 是罢官 还是崇峻 是罢官 该争的 阁老一定会为你争 罢官和崇峻 大谈不上 是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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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努力 你也要努力 明白 在中国的成人孔子裡 有三千人的弟子 上一位有七千人的姓人 有七千人的天使 為了一位 正是 為了一位 三千人秀 是最大的天使 最大的天使 最少的天使 是 夹境三十四年 公元一五五年 一支撥寇军队侵略大名 因快速奔袭直至南京城 战斗力低下 行动迟滞的明军 竟束手无策 东南沿海到 我靠再往前打 就是太祖皇帝的林秦了 你自个儿琢磨吧 南京 这 这未免太匪夷所思了吧 小心使得万年传 赶快让兵部给孤入军写封信 南京万万不可丢失 丢了我可保不了他 这窝子打来了 你们手也守不住 为啥不让我们出城逃命啊 就是啊 为什么 相信吧 我们徐府大人有令 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城 为例者还通过罪论处 官爷 求你了 你看我们家孩子这么小 你就让我们出城吧 官爷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哪那么的废话 我劝你们好生回家待着 这不是罚伏报死路上逼吗 就是啊 我们要出城 请 只有三百 这里是裴都 除了皇帝一人 没有谁把这里当回事 别处 畏所 种地都吃空下 咱这南京城就别提了 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啊 既是拥兵百万 既是拥兵 又有何用啊 来者何人 南之利 礼部主事 谭伦 谭子礼 放肆 一个小小的六品礼部主事 也敢擅闯巡抚押闻 来人 慢 谭子礼 谭大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应该是徐阁老推荐的人吧 正是 说一说 你有何破敌之策 未必可以破敌 也许可以解燃眉之急 从即刻起 而等一百人听我号令 这是巡抚大人的虎符 虎符 我们认得 敢问上官 是让我们去迎击窝贼吗 上官 怎么打你说吧 我们听你的 我给你们半个时辰 去各自探望父母妻子 至于庞的事 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弟兄们 是 七级光闻训 当即召集精锐 决意处政 七将军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如果我劝你不要去 你听听 本将心意已决 行 那你带我一起去 你本来就不愿意去 何必勉强自己 我就是想看一看 你到底 有没有这个能耐 不行 你得留下来 你王家八十个家丁 我已贬入军中 这次要带走 我会把卢焕留下来 照顾你的 你 这是军令 行 不过你得答应我 让我听到 你凯旋的消息 不过你 众将庭炼三千里 杀人无数 但是从不掠财 这是为何呀 是因为 他们就是想灭 我大明朝的国威 拿我大明朝的脸面 此次南下 就是灭了这帮倭寇 养我大明国威 七将军 此次出兵既无朝廷的旨意 又无兵部的调令 我们出师无名啊 是可杀 不可辱 这就是我们的出师之名 这火窝子 一直流窜在浙殖一带 浙殖地方为何不出兵啊 浙殖海防吃紧 浙殖一带的卫索防兵 一律不能动 如果扇子动了 窝盒的主力 就会趁机攻打卫索 到时候顾死尸笔 麻烦更大 可是七将军 别说了 本将军趋役已决 这仗必须要打 众将停令 整队 出发 有令 快 快点 这单官里一个个全跑了 你说这仗怎么打 快 这单官里一个个全跑了 要我说呀 兄弟们 咱们别在这儿杵着等死了 保命要紧 咱们逃吧 你说得有点道理啊 善离职守 杀武社 巡副大人 您不是坐着轿子已军 本官已经下令 打开军械库 全军现在听国指挥 五人分成一组 全城的青壮年 都要拿起武器登上城楼 要死守南京 是 大人 那叫在 保护 尔能 百五名的名军兵士 保护 逃过了 尔能的官员 都对了 可不可以 尔能 继续攻击 南之陵 追击 巡副大人 他和拒绝与信号 大城出发 我们要避免 我们要把他追逐 是 派人去看看 李爹 在 去看看 是 你们几个跟我来 包裹将军 抓到两个逃兵 跪下 哪个猥琐的 我们 我们是南京来的兵 将军 我自朝南京城奉向去了 是所谓的百余死士吗 对 正是 我是山东的将 治不了你们的罪 到最近的猥琐去 等着领罪吧 滚蛋 谢谢将军 滚队 我去 七爷 南京乃是陪都 窝寇去了 也是送死 咱们就不用狗拿耗子了吧 挠兵等线成的 好兵得找仗打 不光是找仗打 还得找硬仗打 北京的暗达之乱你也知道 你以为 南京就无余了吗 我们练的兵怎么样 自己说了不算 对别人来说 所以这一仗 我们必须要打 全体都有 好 弟兄们都是好样的 已经拖到了天黑 直了 大人 说来也奇怪 这火窝贼 已经把我们团团围住 却不进宫 竟然也坐下休息 没什么好奇怪的 他们还以为 我是堂堂二品 男直立寻抚呢 汐也 这是穷怪物啊 你知不知道 咱这一夜 走了多少路了 咱们走了 九十里了 你知道啊 汐也 原来咱们奔西 一夜最多走六十里 咱们这一夜 就走了九十里 你看看弟兄累的 就算咱们赶到了 这仗可怎么打呀 弟兄们 我知道你们很累 脚上跟摔了石头一样 我和你们一样 可是我们追的窝口 比我们还能跑啊 就在不远的地方 他们在残杀我们的同胞兄弟 弟兄们 还有心杀贼的 请站起来 和我一起追 要是累得实在走不动呢 原地休息 我绝不怪你们 七爷 我胡守人说过 只要七爷您走到哪儿 我就跟到哪儿 我还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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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想 还有谁 我也去 我也能打 我也去 还有我 还有我 和我一起 兄弟们 好样的 李睿 正 repo 出发 走 走 什么来 请 莫要怕 人生百载终归一死 今日你我大丈夫 尽忠报国战死沙场 可不得争 救治上神 这边都是这个 把子铁带上 起轻无尔 救治上远 快 雷兄 本以为今日 就要死在此处 想不到居然活了下来 打走了窝子 还遇见了故人 铁崖何处不相逢啊 自立兄舍身取义 小弟佩服 敢闻你带兵来南京 可有上风手遇啊 当然是没有了 你活热大了 来 听我慢慢道来 窝子已退 南京之位已解 你若再追 莫说未必追得上 打得赢 就算打赢了 也未见得有功 元晶 随我回南京城去吧 南京之位是解了 可是东南之位没有解 打窝口不能如打暗达 只是把他打跑了 今日打跑了 明日他会再回来 对付这帮豺狼 势必是重创进阶 不然这些大明的好男儿 真的就是白白牺牲了 元晶 好吧 我不再劝你 你我都有非做不可的事情 对 虞兄在南京城内 攻候你 珍重 珍重 阿克 阿克师 救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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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